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 能够在一个机会和大家分享过去多个月 在我们信仰的经历之下 面对着阿姆的事 是怎样给我们有一个动力 有一个方向和坚持 还记得在事发那段时间 特别是我们回到香港见到阿姆的时候 的确是很震撼的 因为他是臆床 还有很多不同的仪器 他说不了话 因为有很多东西是在口中 但是他是头脑清晰 如果没有这些后馆 铺着的仪器等等 他是可以说话 因为当他那晚进到医院的时候 那些医生问了他一些东西 他是很清晰地回答他们的 我看到他的时候 我问他 我说你还记不记得诗篇二十三篇 他说记得 我说你记不记得怎么念 他说应该记得念的 所以我就和他一起去念诗篇二十三篇 特别早段的时间 诗篇二十三篇 是他成为自己面对着一个治疗 面对着他的心境 面对着他的信仰 面对着他从小时候 我一直所认识的这一位神 那一个的安慰、支持和动力 所以他每晚他自己祈祷 他都是和圣经诗篇二十三篇共度 我早段的时间 是用了整个星期 每一天和他讲一节诗篇二十三篇 当他是神学生那样去讲 整个《诗篇二十三篇》的背景 和《诗篇二十三篇》 是带来给我们和神的关系如何 原来《诗篇二十三篇》讲的牧羊 不像我们想到在纽西兰、澳洲 在加拿大的中部 又或者是在中国高山大的草原 这样去牧羊 以色列的牧羊 是山区的牧羊 山区的牧羊 和平原的牧羊 是非常之不同的 山区的牧羊 牧羊人是非常之 要有一种醒觉的态度 它不像我们有时看回我们的华人 那些牧羊人 很悠闲地 坐在树的树荫底下 又或者是坐在一些树枝 吹着那些牧羊笛 不是这样的 虽然大卫 他也有拿着他的树琴 来弹奏 但是他的弹奏 是给他一种心灵的苏醒 而且是在同一个时间 要很醒觉 为什么我说牧羊人 是需要醒觉的呢 就是因为他要顾念那些羊群 因为在山区的牧羊 由山脚一直到山顶 在不同的高度下 是面对着不同的危险的 有有毒植物的危险 蚊虫的危险 有一些猛兽去吃牠的羊 还有就是在山区 就有不同天气的变化 山区未必是常常找到溪水的 所以牧羊人很多这些醒觉 当想到牧羊人这些醒觉的时候 大卫用这一篇的诗篇 讲的是牧羊自己的经历 但是在同一个时间 是反映着牧羊人 是经历到这一位神 作为牧羊人 对他人生不同祭遇 的一个醒觉 这一位神 他不会黑眼睡 他是面对着我们的需要 这一位神很清楚 并且在第一时间 帮羊人来拯救我们 第二方面 羊群要面对的就是那些山坡 它可以随时滴下山坡 特别是当那只羊 如果去怀孕 到最后一两个礼拜的时候 一平衡不到 整只躺在那里的时候 它不懂得自己 好像往常那样 站起来 因为它的体重太大 太重了 所以牧羊人如果不能够在那个时间 第一 扶起它的时候 它就等死了 因为以色列的天气 是早晚和正午相差大概二十度的 阳光猛烈的照射 它又不能够是起床 它就会慢慢僵硬 喝死 因此我们看到 圣经所提到的这位神 看我们的一个情况 就是这样 还有的就是 祂使我们的灵魂骚醒 是什么意思呢 那个灵魂骚醒 不是指到我们的精神 不是指到我们的灵魂 而是指到我们的生命 生命力 因为在以色列山区 比较高一点的水平线 有一种的 瘡型 叫做鼻型 它会捐入那些羊的鼻孔 是生蛋的 当蛋枯化的时候 那些虫就会捐入去鼻的里边 羊它没有手拗的 它唯一可以去 帮助它止痕的 就是将鼻子拆到那些岩石那里 如果拆到岩石那里 都帮不到它止痕的 它就是整个羊的头 自己是撞到那些岩石那里 就是帮助它 当然 当鼻子和头 撞到岩石那里 它就会很容易受伤 甚至乎是会死亡 那所以那些的 牧羊人 就是预先会 塗一些的油在羊鼻那里 那些的鼻型 就不会 入去那些的鼻孔 是生产卵的 所以 《圣经》里面提到 就是 它是 梳醒的灵魂 它的生命 是请求 防止它面对生命的威胁 阿Mo 当他听到 我和他分享到这篇诗篇 很多细节的时候 他是更加体会到 自己的一个经历 就好像这些羊那样 每时每刻 是面对着 那些困境 面对着外来的一个冲击 面对着自己内里面 那种的需要 如果不得到 牧羊人即时帮助 他是 生命可以没有了 阿Mo 他是一直默想不同的圣经 特别 第一段 诗篇二十三篇 是成为他 是面对着 这个打击 创伤 一个很大的安慰 有时是 晚上 我们离开了 一起祈祷 感觉 感觉 体会到他经过一天的治疗 他是很累的 因为由早上10点 一路治疗到 大概5点 6点 中间一段吃饭 稍微休息 又再去做一些操练治疗 当见到他很疲惑的面容 很疲惑的身躯意识的时候 那挺好 都会跟他一起祈祈祈祈祟 就要带着他 祈祈祈祈祈祖 祈祈祈祈祈祈祈祟 它是可以有一個很安寧的睡眠 我們看一個很安寧的睡眠 就是晚上不要醒了 但是它不醒不行 因為它是暫時四肢不能動 一定三個多小時就要動它一次 轉一轉去身體不同的位置 否則它就會有些壓瘡 又或者是肉瘡的出現 壓瘡、肉瘡的出現 就很容易會受感染 容易受感染的時候 最怕就是那些細菌在那裡進去 進去之後就直接入血 這個就真的很難搞 但是感謝神 雖然過去它都是因為它有很多的肉瘡 起碼最多的時候有五處的肉瘡 的確看到它是很痛苦很辛苦 當它有肉瘡的時候 它是不能夠做任何的治療的 所以當面對著這些處境 和它一起祈禱 求神是帶領它去到青草地溪水旁 雖然三個兩小時要轉一次身 但是希望神幫助它這三個幾小時 就真是去經歷在青草地溪水旁 那一種心靈的安靜 可以很放低 可以很釋放地去睡覺 以至到它翌日可以有精神、體力 面對著新一日的治療 環有跟它分享這一篇的詩篇 提到與神的關係 因為詩篇二十三篇的第一節 它裡提到耶穀華士 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自缺乏 同神的關係是一種被照顧 被保護 以及被看重的關係 相對於二十三篇的第六節 我一生一世必住在耶穀華的殿宗 直到永遠 住在耶穀華的殿宗是什麼人呢? 是那些能夠看到神的榮耀真實 那一班的祭師 他們住在耶穀華的殿裡 一個是神揀選他們 他們願意回應神的呼召 去侍奉神 去將人帶到神的面前 這一種的關係 所以都跟阿Mo分享到 我們與神的關係 我們是需要被照顧 祂是不離不離我們 另一方面就是 我們要緊緊地 回應神的一個帶領和呼召 是要貼近這位創造主 貼近這位神 在神的聖殿裡 所以詩編二十三篇 我們可以看到 成為我們的幫助 成為阿Mo的幫助 這麼多個月 都是沒有改變的 很盼望 藉著詩編二十三篇 一邊大家很熟悉的經文 但是我們需要從另一個角度 不是從大平原草場的角度去看模樣 因為詩編二十三篇 它的處境 是在山區滿步危險的 一種牧羊的環境 神就看我們 同樣在山區 面對很多的挑戰 很多的衝擊 就是這樣去牧羊我們 我盼望這一段的聖經 繼續成為我們 成為阿Mo 我更加希望成為你的一個幫助 祭道